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川 今天周末咱们聊点轻松愉快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 晴智时期有一个幼教的黄老师 就是那个挖呀挖呀挖那个老师 人家呢挖到了一个金山 这是抖音还是哪 一下几千万的订阅 好家伙 上亿的点赞 吃到了一波流量的红利 咱们恭喜人家 不管怎么样 喜欢他也好 讨厌也罢 人家挖到了金山 对于人家是个好事情 但是有意思的是呢 眼下这个金山啊 被党看上了 开始利用这位黄老师 来做当地的一些公益 和一些宣传 和一些旅游文旅的 这些相关的事情 结果又弄得稀烂 整个场面 就跟车祸现场一样 惨不忍睹 所以今天咱们一方面说说 这个被党看上了金山 它是怎么回事 怎么变成金山的 顺便呢 咱们也交交中共的 有些地方官员 怎么当官 好了 怎么回事呢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 咱们不放声音了 这位老师 大家还记得吧 这个挖呀挖老师 他呢不是第一个 应该不是第一个唱这个歌的 但是他是最后就是活起来那个 可能是因为他长相清秀甜美 当然是开 肯定是开了美颜滤镜啊 但是客观上来说呢 也并不招人讨厌 所以呢 一下突然就爆火了 那么这件事情 咱们先得搞清楚 他为什么能够爆火 就是为什么说 他这是个金山 咱们才能再谈说 为什么他被党看上 好吧 一步步来别着急 咱们今儿闲聊聊两句 这个金山有两层意思 两点 第一点 就是这个黄老师 他有一定的独特 独到之处 你会发现 有些女生 或者有些女演员 他在表演的时候呢 过于浮夸 整个那个造型啊 那个姿势啊 我们只能说 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搔手弄姿 但是却吃去了一种 本源的这种投入 所以这个黄老师呢 虽然他也是 跟他扭搭扭搭扭搭 但是你仔细看 你抛开成剑去 仔细看他这个视频 你会感觉出 这是一个实打实的 幼教老师 他天生里面 或他的学业里面 有这样一种 童真或者童年的因素 所以他真的是很快乐的 在融入这个 哇呀哇的这个儿哥 带着小朋友们一起 那种状态是造不得假的 对不对 咱们都是家长 这个都是去过 送孩子去过幼儿园 怎么样 看老师怎么带孩子 这个老师有没有那种天赋 有没有投入 咱们一眼 应该只要眼不瘸不瞎的话 都能看得出来 对吗 所以这个黄老师 咱们客观来说 抛开他的美颜滤镜 是个 不能说一定是好老师 但是是一个能够投入的 比较敬业的老师 这是我对他的一个评价 而这种老师 现在很多中国人 其实没有 咱们从小没有资格 不配 这种老师 要么被打压的 离开了这个体制 要么被调到那些特等的 这些小学里面 给这些姓赵的老爷的孩子们 去服务去了 咱们一般老百姓的孩子 体验不到 感受不到 所以中国人其实很缺 或者很缺乏 这种童真 这种真诚 这种感觉 这是对于我们中国的普通 我就是我们80后 90后 00后 这代人长起来的 对于我们来说 是个稀缺资源 所以这是他挖到的金山第一步 他满足了 金山嘛 为什么这么多人看他 那漂亮宫乱多了去了 对吧 那些在这个网上 对吧 进行那些打擦边球的 把衣服往上 对吧 那种的多了去了 怎么就去看他 因为大家对这种童真东西 因为少 因为稀少 所以有需求 这是他的第一个最大的根基 就是说满足人们的一个需求 第二个呢 就是他符合了当今中国社会 追求娱乐环境的一个潜在规律 什么规律 就是审美下滑 逐渐简单化 你看整个这歌词 什么在小小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 种小小的种子 开大大的花 当然特殊情况 它确实是因为幼教 孩子们也不能体会太复杂的东西 但是这种简单又上口又洗脑的东西 在现在的中国网络特别容易流行 比如说前些年什么招财猫啊 什么什么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呀什么这种简单的歌词 这种东西确实特别的上头 特别的容易在人间传播 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再往前倒个对吧 十年啊 不得十年不够 得倒个二十年三十年的 那个时期就是我们他们七零后 我们上一辈包括八零后早期的这方人 那会儿的歌词还都是比较有意境的 对吧 不管是当年梅艳芳唱的那些 包括邓丽君唱的那些 就算是什么四大天王 张学友 刘德华 张宇 张宇生 包括后来的一系列歌手吧 对 早期那批人 也许他们不是很红 但是你看他们的歌词都有一定的意境 你说实在 你如果说今天把什么蔡徐坤啊 基尼泰美啊 什么大碗宽面啊 就你把这些歌放到以前去 那帮得被人得饿死 大碗宽面 你宽个屁啊 你自己吃自己吧 对不对 没得吃 混不下去的 因为在那个年代看来 也许心底下有人喜欢 但不好意思 砖头就是个老土 我就是个土鳖好吧 就是我看就跟屎一样 垃圾一样 没有任何的价值可言 所以中国现在的文化的下滑 审美的下滑 让很多人献一种 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 奶头乐 有点那种感觉 奶头乐 就是个简单的快餐的通俗的东西 一上口 然后一下就快速传播 所以他既 你看这个黄老师 两点全占全了 他既能够满足人们心中的 对于童贞的这种真诚 或者童趣 或者这种轻松的这种需求 同时他的歌又不复杂又简单 又符合奶头乐的这种精神 天雷勾动地火 金林启事吃中暮 一遇风云变化龙 他一下就活起来了 你觉得我说的到不到位 或者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他是不是这样挖到了一座金山 好 那么明白金山在哪之后 咱们就说他怎么被党看上了 这一次呢 这个湖北隋州 他们那个文旅局长 应该叫谢吧 谢伟 谢局长 也许是被这个资博的烧烤所影响 觉得说 那我们这边也搞点自己特色 那当然我们得值得鼓励 是吧 这个谢局长好歹没在这个隋州也搞烧烤 没那么脑残 他知道挖掘本地的网红 可能就找到了这位黄老师 邀请他一起来拍这种宣传隋州的这种活动 来希望能够让隋州的这个旅游业也好 怎么样也好 能够有发展 能够有政绩嘛 这个先抛开立场不谈 作为一个官员 说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那个宣传片拍的呀 简直像车祸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画面 注意呀 我先有情提示 不要吃东西 不要开车的时候看 不要喝水的时候看 以免造成人员伤亡 好吗 咱们一起看这个短片 在写中 挖呀挖呀挖呀挖 种什么样的种子 开什么样的花 在原地故里的土地上 挖呀挖呀挖呀挖 种农根文明的 种子 开东华文明的 花 在边中故乡的土地上 花呀挖呀挖呀 种礼乐文明的 种子 开共同治理的 花 在千年银行谷里 挖呀挖呀挖 生态文明的 种子 开狐蟹共识的 花 好视频看完了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多少人 在手机上正在输入 正在骂砖头 你赔我的水 你赔我的饭 你让我隔夜饭都吐出来了 我不知道啊 砖头也是忍着恶心看完的 那不能指我一个人倒霉 对不对 我调皮一下 给大家分享一下 但这个事情 虽然这个黄老师 你看离开了的美颜滤镜 是吧 眼睛显得小了 没有那么好看了 这是事实 但是你注意看 他的那个做动作的时候 哪怕旁边是个政府的官员 但是他动作的时候 依然不是那种做动的状态 这个佐证了 转头前面的推论 我稍微提一嘴 然后重点来了 整篇的表演过程当中 你就感觉那个局长啊 就完全没练过 完全没有练过 那词也是极其的尴尬 我就不想再重复一遍了 好吧 你们自己听到了 那个词既不押韵又不搭配 然后挖一挖的动作又很生疏 整个场面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 傻子才去隋州呢 我有病啊 你既不能起到一个宣传的效果 又不能够达到一种 增加旅游收入的这种作用 除了丢人 还有什么其他的作用 所以我说党钉上的金山就完蛋了 他想的可能是利用本周的资源吸引人气 但是你去了之后 首先 黄老师可能受影响啊 很多咱们说追求这个金山 金山是什么 乃特勒加上这个童真文化 好 看到你跟官员在一起 现在的老百姓 有很多嘴上不敢说 敢怒不敢言 心里都对你政府有好感吗 所以黄老师的流量是会受影响的 对不对 再一个离开滤镜一看 哎呦好家伙不好看 那么那童真的那部分 或者是那部分喜欢小姐姐的那部分感情 又淡了一波 所以你这次中共的官员 你跟这老师合作 并没有给人带来收益 反而让人家手里 怀里这个金山在缩水 是不是这么道理 咱们正常说是合则两立 哎 两个演员 你不管是两个YouTube博主 或怎么样 你们在一起连线 是互相涨粉 互相加订阅 互相增加影响力 这是共赢 双赢 结果 现在的话 对吧 连双赢 或者说中国赢麻了 赢两次都办不到 隋州这一样是个 对吧 我说了 没有起到好作用 旅游也没有起色 就是个双输的局面 这边掉粉 那边掉旅游量 掉业绩 我就没见过这么蠢的 所以今天呢 赶上转头心情好 哎 观众朋友们咱这 我今天给你客串一下 这个隋州旅游局 就搞这个活动 咱们来看看啊 如果是我让我搞的话 我是临路节目之前 我临时想的 我只想了五分钟 我拍着脑袋 咱们看看 砖头拍脑袋 拍出来方案 是不是能够秒杀这个局长啊 他们这套整个这套屎一样的玩意儿 很简单 首先第一点 搞活动 你得赶上个时间口 前步到中后步到这儿 突然来这儿跟人家挖呀挖呀挖 你在挖耳勺呢挖 有什么好挖的 对吧 正常情况 你应该是马上六月份 六一儿童节呀 你黄老师又是个幼师 你就不会提前准备准备准备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给大家一个惊喜 对不对 你从这事出来到之前运作大概得有一个星期时间 一个星期再加上现在接近十天的时间 至少你有半个月以上的时间来排练 你好好把这挖一挖的词捋一捋行不行 这局长你是不是稍微练一练 又想要引流 又不投入时间 演得跟个 就是跟个 我说跟个汉鸭子混在一群会有水的天鹅里边一样 那叫一个外行 能起到这种宣传作用不能 对不对 所以你首先要做一个规划 其次 那儿童节又是幼师 你要靠这个核心IP打造流量 那你是不是要跟儿童有关 你是不是应该发挥你中共国的这个特色 就是找一帮小朋友来 虽然我不喜欢那个场面 但是为了假设我是你们的策划人员 OK 那么你们为了达成你们国内的很多人喜欢的那个风格 找帮小朋友过来 就是你让一帮小朋友去挖呀挖呀挖 是不是也好看一点 然后再稍微装扮一下 捣翅一下 对不对 装扮一下 虽然黄老师离开了美颜滤镜 但是你通过现在的这个易容术就是化妆啊 把这个眼影是把这个眼线啊 真的给小朋友一个小铁锹挖一点东西出来啊 那个土都是松松的堆在那里提前做好准备 然后挖出个小东西来啊 挖出个小宝箱来啊 整体这种状态 然后你们隋州有没有一些儿童的游乐园啊 你们是不是把这个场地可以安排在游乐园附近啊 然后去挖完挖呀挖 挖完之后挖到个门票 带着孩子进去 诶 转一圈 也起到了宣传的效果 这不都是吗 你看砖头用了五分钟 随便一拍脑袋想出了折 就能够秒杀掉中共官员 他们地方的局长一级的这种 这种方案策划 那我不得不说 是不是有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天才 那既然我不是天才 我是普通人 那是不是对面就太蠢了呀 这精力都用在汇所嫩膜上了 是吗 脑子在哪里 所以当然我是对事不对人 我跟这个什么文化局长 我是远日无恩近日无仇 我跟人家也没有什么过节 但是这个事情本身 我实在是卡不下去 所以总而言之 也言而总之 一个健康的社会 我们说应该是什么 能够新陈代谢 让这些有才华的人 靠他的才华 靠他的努力 能够往上走 然后让那些蠢货又懒惰的人 让他们慢慢的被社会做淘汰 或者边缘化 淘汰太残酷了 边缘化 这是一个社会正常的循环 不管因为任何方式 你干扰这个循环 就会像人的内循环失调一样 轻则生病 重则丧命啊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中国现在就是 包括咱们上期聊的 这个何塞飞老师 这个指控 这个质问前哪儿去了 对啊前哪儿去了 有才华的 有能力的人 纷纷被卡在基层 不得寸进 甚至还面临迫害 而一些没有本事 没有能力的人 却可以插着个腰 站在高层 挥斥方球 就像这些 对吧 脑残的这些地方 这些宣传活动一样 既不能帮人家 网红小姑娘带来流量 又不能帮自己的政府 帮自己的地区 带来这个收入 那你折腾完干嘛呢 每年可没少花 明脂明膏啊 好了 今天呢 简单吐槽一下 周末嘛 祝大家这个周末愉快 祝大家下一周 能有一个工作上 有一个好心情 对于本期节目 有什么不同看法 有什么不同观点 欢迎评论区留言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